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如你所说 去年日本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那就是美国的武装飞行器鱼鹰 要在日本的千叶县木根津市的美军基地临时部署五年 从2021年部署到2025年 这个事件为什么说不大不小呢 说它不大是因为日本全国范围内的民众 对美军基地的各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并没有特别的反感 那主流媒体上也没有太大的反响 说它不小 又是因为这个事情它在千叶县和木根津市 还是引起了群众比较大的反对声音 对当地的群众而言是个大事 因为鱼鹰这个东西 它在日本和日本以外都发生过多次事故 那搞得这个日本人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看到鱼鹰就本能的觉得一脸摔向 不过虽然群众的反应比较大 但这个木根津市的市长 却因为新冠导致当地的这个税收困难 急切的需要日本防卫省的补助金 那所以他又要积极的进行推进 这个新闻虽然说不大不小 但是我觉得它又像是一个关于 日本人民与美军基地关系的前世今生的缩矣 那日本的美军基地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赛博朋克的科幻电影里面 给人强行的植入一个金属物体 那开始的时候觉得特别痛 全身都在抵抗 后来你身体的其他部分都适应了 甚至可能还觉得有点方便很有趣 那虽然植入的地方肯定还是持续的很痛 但是再后来这个金属物体就和人一体化 那么就算你感到痛苦 但是已经不可能再离开它了 那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美军基地在这个日本 它最开始是一个主权和政治问题 那我们就说这是美国对日本的强制植入 那以前我们提到过 这个战后日美有一个通称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协议 它赋予了美国在日本单独驻军的权利 这一方面导致日本的主权不完整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可能又带来了一个方便 那就是我们都知道 战争结束之后 日本人民都变得非常的热爱和平 那日本的政治精英 也接受了战后的和平宪法 那看上去好像大家都在一起努力 来建设没有军队 没有战争的和平国家 但是与此同时 日本在地缘的政治上 又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最前线 就日美之间必然是要递接军事同盟的 那这下事情就很矛盾呢 日本怎么样才能够既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和平国家 又是美国的重要的军事盟友呢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 其中之一就是在日本保留美军基地 因为美军基地完全不受日本管辖 所以理论上 它就不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的非军事化要求 所以四舍五入 美军基地在理论上 也可以说它就是日本和平的象征 这个逻辑很厉害是吧 那说到美国的军事基地 那就不能够不提冲绳 或者说日本今天的和平形象 是建立在向美军献祭冲绳的基础上的 二战末期 美军攻占冲绳 那日本本土的政治家也喊出一个口号 叫一亿欲碎 就是说日本国民宁可战死 也不向英美鬼畜投降 那在这个口号下 大量的冲绳人民就被强行要求自杀 被要求自杀 那然后我们也知道 这个美国丢了原子弹 那苏联进攻了关东军 于是日本本土也就投降了 美军呢 也就直接占领 并且托管了冲绳 然后到1972年 才把行政权交还给日本 在这期间 那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反差 就是日本的本土在建设战后的和平秩序 而冲绳呢 就发挥着美军基地的作用 当然比方讲 我们举个例子 说日本本土的民意 那肯定是坚决的反对核武器的 但是冲绳在1960年代 却部署了超过1200枚核武器 包括核炸弹和核巡航导弹 那大家顺便来猜猜 这个主要是对着谁的呢 在越南战争期间 冲绳也是美军的主要基地 冲绳他成为美军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战略基地 那客观上的原因 当然是冲绳的战略位置非常的优越 能够有效的控制东南亚和威胁中国 同时还有主观的原因 那就是冲绳的前身 琉球王国 他在明治维新之后 才逐渐被日本强行吞兵 日本政府和很多这个日本的本土人 对这个冲绳本来是有着区别对待 高人一等的心理 在战争前 冲绳人就普遍的受到歧视 而战争中我们也刚才提到了 冲绳人被强迫自杀的事情 所以牺牲掉冲绳人的利益 让冲绳人处于这种军管的恐怖之下 换取日本本土的安定与和平 这对日本人的心理压力相对加小一些 洛贝尔文学奖得主《大将剑三囊》 他曾经有一本随笔集 标题叫做冲绳扎记 他里面就表达了他对这种心理的批判 还要反思 而即使是1972年 这个冲绳被美国单方面归还给日本之后 美军在冲绳的权力和自由并没有改变 根据日本防务审2020年初 还有一个数据 说日本国内有78处美军的专用设施 遍布日本13个省级行政区域 而其中70%的设施都在冲绳 包括著名的加首辣空军基地 辣坝空军基地 还有普天舰空军基地等等 你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美军的利益和规矩是优先的 那比如说你要发展工业 你需要考虑美军的安全要求 那比如美军基地周围的社会秩序 经常当地政府广道 那比如你发展交通和基础设施 都会受到美军的限制 还有美军基地经常制造巨大的夜间 早饮等等 在日本的其他地方 零星分布的美军基地 它对周围的治安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都是有负面影响的 而冲绳县的美军基地 它覆盖了整个县8%的面积 那有些基地甚至就在市中心 那这个负面影响它更是非常全面的 那其中我们最能够显而易见的 当然就是美军的不法行为 日本以前有个机构叫防卫师社庭 它的其中一项职责就是给美军搞上后 它有个资料就显示1952年到2004年 那美军在公司事务中引发了20万起犯罪和事故 直接导致1076名日本人死亡 那这些事件的内容 五花八门那其中不乏有这个恶劣的事件 那比如武装驱赶原住民 夺走他们的土地 暴力强奸富裕 那其中最恶劣的是发生过 奸杀六岁幼女的事件 还有就是引发恶性交通事故 致人死亡 还有美军训练的时候会误伤 甚至误杀居民 然后美军的飞行装备 它坠落导致平民死亡 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日常 那比如什么喝醉酒 寻衅滋事 入室抢劫 打架斗殴 还有什么引发火灾等等 那就是更是不计其数了 所以还有这次新冠疫情期间 美军初期的一些很自由的做派 其实也是搞得冲绳人心惶惶 而且由于1953年的时候 日美之间就缔结了秘密条约 那日本表示 放弃除重要案件之外的司法权力 所以在1953年之后的五年间 那日本放弃了97%的案件的司法权 那之后的状况 虽然缺乏完整的公开数据 但是我们从现象上看 似乎也没有显示出本质上的差异 那美军自己的处理 肯定就会比较互端 那比如说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间 那美军方面只有一个人上了军事法题 而且还有很多遗留了很多经济的补偿问题 都需要日本政府来上后 其中有很多拖到了当事人去世都还没有解决 于是我们也许要想说 冲绳的美军基地问题这么严重 日本政府和人民有没有想点办法来解决 答案是有 但是结果是没办法 那冲绳人民当然对美军的基地意见是很大的 就每次冲绳地方议会 还有地方首脑选举 这个美军基地问题基本上都是焦点 这也是为什么在冲绳的地方政治里面 那些左翼政党或者是和这个日本自民党政府 唱对台戏的独立候选人 有很大影响的 那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因为他们是反对这个军事同盟政策 给冲绳人整体带来的巨大痛苦 但是即使说整体的冲绳民意是反对美军基地的 这个问题也始终无法解决 那原因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政治上的 那也是最简单直接和重要的原因 那美国和日本政府现在的战略 都是不会放弃美日同盟 而反而是加强美日同盟的 而为了日本本土的和平生活 那冲绳就要被牺牲掉 那比如有一个著名的事件 就是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问题 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基地 它在冲绳的一个叫一野湾市的市中心 占了这个市四分之一的面积 甚至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基地 那市民反对的声音也很大 那日本和美国倒是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就准备把它牵到冲绳的另外一个地方 叫明湖市这样的地方 但是当地的民众也很反对 冲绳县就说你得把它搬到县外去 然后2009年民主党竞选的时候 其中一条执政方程就是要把普天间 搬迁到冲绳县外或者是国外去 但是民主党上台之后 他受到美国很大的压力之后 他态度就变得暧昧不清 后来这个民主党首相 揪山游记夫辞职 也和这个事情有着直接的关系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日本人民和人民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 这句话我怎么感觉好有既视感 首先这个日本本土人民和冲绳人民的悲欢不相通 尽管日本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同情 冲绳人民遭遇的人 有很多帮助冲绳人民反对美军基地的群众 那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大江建三囊 算是一个代表 而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中 这么挤待下来 他已经接受了美日同盟这个事实 只要自己生活的环境周围没有美军基地 那么就可以安心的享受这种虚假的被保护感 特别是在年轻的日本人心中 说不定还感觉冲绳有美军基地 是一件很帅气的事情 在大众传媒的信息当中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冲绳嘛 就是一个旅游圣地啊 是吧 有着和日本本土完全不一样的自然 还有历史风景 也没有什么工业化的感觉啊 非常的天然啊 冲绳好像很多美女 好像人人都棱歌上舞 既有这个民族风情的音乐 同时又因为和美国接轨 所以感觉会出一些很热情奔放的音乐人 比如安时奈美会什么的 总而言之 因为美军基地的存在 冲绳缺少发展 又受美国文化的影响 所以在很多日本人看来 反而显得很有抑郁风情啊 特别的浪漫 然后 那我们说冲绳人民之间的意见 在具体的问题上也未必相通 由于经历了长时期的美国战领 现在也在美军基地的压制之下 所以冲绳长期是缺乏发展的 那这就导致冲绳的经济 他反过来 对日本中央政府和美军的依赖性都特别的大 那在视频开头我也提到了 这个千叶线木根金市 他部署这个鱼鹰战机的问题的时候就提到过 虽然市民当中有很多反对 但是由于当地的税收很困难 所以市长觉得 我们就是需要政府的基地补助金 所以只能捏着鼻子接下来 而在冲绳这种类似的事情 一直都存在 地方财政他对这个基地补助金 还有所谓的冲绳振兴预算 都有很高的需求 不仅如此 也确实有直接从美军基地获益的人 比如 一些把土地给美军使用的土地所有者成为既得利益者 又比如说美军和军属的日常生活 他也带来了相当大规模的就业 再比如说 因为美军基地的存在 让冲绳显得很有异域文化 这也成为一个信游客的卖点 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现实 最后 再我们说回开头的鱼鹰战机 鱼鹰他在冲绳有过两次事故 就发生在我前面提到过的 一野湾市和明湖市 在一野湾市那次还掉在一个大学校园里 还好当时在放假 冲绳市民为此强烈的抗议过 但是他完全不影响鱼鹰的部署 不过呢 他也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一个鱼鹰爱衰的印象 非常恐怖的印象 那这次穆根金市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 而同意临时部署五连 但是穆根金市长也一再委婉地表示说 五连之后请你们远润的 不要赖着不走 但是美军和日本政府方面是闪烁其词的 所以变成请神容易送神难 恐怕不可避 因为实话说 估计很难找到接受的下架 这大概就是美军基地在日本存在的状态 就好像人的伤口 你和外来物质连在一起 这一方面你的伤口永远都不能长好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把它分开 又太痛 而且心理上又总觉得分开之后 你的伤口会失去保护 就要这样一直别流地存在下去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内容 各位我们下期再见